Hello 我是王瑞瑶 高雄貴婦朋友寄來了 高雄粽給我吃 我從來沒有吃過高雄粽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高雄粽有多大 好大一堆 而且他告訴我 這個高雄粽 這個不是回蒸 他解凍的時候 要放進人水裡面 要煮30分鐘 因為他本身就是水煮粽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這樣滴滴的感覺 我現在就打開 高雄粽給大家看 高雄來的肉粽 我第一次吃高雄粽 我是北部人 第一次吃高雄粽 並不可止 也讓大家知道 南部粽北部粽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 他的顏色沒有那麼黑 白白白 而且我看到很多 很多花生 花生像腰帶一樣 有看到咪 轉一個方向給大家看 高雄粽 有沒有 花生很多 花生很多 花生很多是我蠻喜歡的一種風格 我自己就很喜歡 台南的菜粽 台南跟高雄都有菜粽 啊 鹹鴨蛋黃跑出來了 而且看起來很香 鹹鴨蛋黃搓開之後香噴噴的 很香喔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塊肉 這是肉嗎 對 還有 香菇 香菇 好 很香 我有聞到蝦米的味道 還有 因為它是水煮粽 大家可以看到它很紮實的感覺嗎 這是我第一次吃高雄粽 我不知道高雄粽 是不是大家都會包一樣的東西 會不會包一樣的口味 還是說包一樣的配料 可是看起來高雄粽的確是跟北部粽有很大的差異喔 第一次試吃高雄粽 我來吃一口 雖然是水煮粽 可是看起來並不是像湖州粽那樣喔 不是 因為它很紮實的關係啊 所以並不是像湖州粽那樣子的軟爐喔 並不是 而且雖然米粒很白 可是還蠻有味道的 這個下重本 腰蛋黃好吃 好 跟大家介紹 直接開箱 高雄粽 我再吃一口 你們剛才聽到的是我們家大笨粽在想 我們家有一個很昂貴的大笨粽 滷肉 滷肉 嗯 不鹹 還是很香 好 跟大家分享高雄粽 謝謝高雄的貴婦朋友 雪萍特別寄來高雄粽 讓我開眼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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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